66岁华裔嫌犯今早10点半在反贪会官员押送下抵达埃及勒推示亭 初步调查 嫌犯5年前涉嫌以11万6千令吉 贿赂三宝山一间清真寺管理委员会的前主席和前秘书 以购买旗下一块宗教用地 抵触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16支A条文 推示批准反贪会延扣嫌犯4天直到本月8号做继续部调查 镜头转到首都 吉隆坡地亭两年前判处一名47岁的华裔土地开发商丹明利 在4年前的10月7号 贿赂金马伦一名土地局官员罪名成立 但被告不服判决 提出上诉 今天吉隆坡高庭以被告没有否认 给予官员一封装有钞票的信封为由 驳回上诉申请 同时维持监济三年和罚款10万令吉的刑罚 无论如何 随着被告再次提出上诉后 刑罚暂缓 被告也以3万令吉保释金和一名担保人 保释候审 另外41岁的机场控股前高级总经理三苏里 被指两年前滥用公司的企业信用卡 签购瘦身美容疗程 进行腹腔禁胃切除手术 骗取公司43000令吉 今天在行事法点409失信条文下面控 被告否认有罪 地刑法官允许被告以2万令吉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释外出 案件定于本月29号重新过堂 去年 ty 将军因为同月 bracket 印刑法官允许被集团 最后派分自住院 最后八月位 最后派分自动 秩座